说设计 聊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空间榜样 我是王小千 打造更环保的高端装饰 本栏目由叶之峰装饰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 是清华大学的周燕民教授 周教授 您好 小千好 大家好 他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他不仅在老年人 残疾人建筑设计研究领域 成绩卓越 而且长期致力于 住宅精细化标准化设计研究 他就是周燕民 周教授已经是我们节目的 老朋友了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鲜的话题呢 小千 你先看看这几张照片 你来猜一猜都是什么样的一种空间 看着这几个 走廊 卧室 这么大 看 挺漂亮的 挺漂亮 说像酒店呢 感觉比酒店温馨一些 你说像是家里呢 好像尤其刚才那个厨房造眼那么多 对对对 也不是一般家庭 它也不是一般的家庭 所以我在想 它是青年公寓 对 说得对 就是这种为青年人打造的这种公寓 而是它能够在这生活时间比较长 因为一般现在有些青年人呢 他比如刚毕业 他也没有太多的钱去买房子 那么他要去到一般的 比如说住宅区里去租一套房子呢 经常房东有事啊 就又让他搬走啊 特别麻烦吧 对吧 所以坐到这里边 它就可以比较安定下来 这种里头还有很多 刚才你看见厨房呀 公共空间呀 对 它可以在这里交流啊什么的 非常受欢迎 对吧 这种它工作刚刚开始嘛 比如说它就是调动工作什么的 也不是买了房子在 也好像动活不了了 对吧 所以这个也更多的灵活性 好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榜一作品 来自于花城广州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立湾区的一处公寓 由于靠近地铁站和公交枢纽 地理位置比较优越 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入住 我增加了大家看过被看的机会 然后让大家从不同的地方来感受 这个不一样的活力的空间 然后让大家在平常的生活中 更天作更美好的一个生活体验 我们提供了loft和平成 两种给青年去选择 珊珊和古迪选择的是 带阁楼的小富士户型 这种户型刚好满足了 他们的生活习惯 我是古迪 今年22岁 是十三百首 我十三三我选择这里的原因是因为 觉得这里空间虽然小 但是能放的东西会很多 我平常收藏的东西挺多的 有鞋子还有白件玩偶这些 然后这里地方比较大 可以摆很多东西 我个人是首先我不大喜欢说阳光直射的话 能照到我整个人 就如果是阁楼的话 隐私性会比较强 而且我化妆品也需要一定的空间 就不太适应一层是所有东西都放满的那种 工作人员带我来这里的第一天 我一看到房子就直接住了下来 没有犹豫第二天 这些年轻人入住前会签一份邻礼公约 约定如何维护公共区域的安静和卫生 节约水电 物品放置 晾晒衣物等等原则 保持环境整洁有序 平层空间的设计则注重通过家具的摆设 来打造一种宁静致远的氛围 被很多单身的年轻人所喜爱 这里公共空间丰富的功能和设施 也被租户们看中 李秋龙来自塞尔维亚 从中山大学学习汉语毕业后 他留在了广州的一家翻译公司工作 活泼开朗的性格 也让他成为各种活动主持人的不二人选 为了工作方便 他也就近选择走路仅需20分钟的 这个公寓的平层 这个公寓很好的 我刚才是有一个很大的厨房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健身房 而且网上的话也有各种各大活动 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世界杯 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这里可以播放一个那些比赛 然后很多很多人会下来看 觉得这里不单是 不单是一边看世界杯 一边认识新的朋友嘛 而且就中国人对外国人 这样的气氛是比较比较好的 对啊 周末的话我会自己做饭的 星期到星期五 我边是外面吃 因为要去上班 很早很早就上班嘛 一个人住得不太安全嘛 可是这里很多人嘛 而且前台一直都会有一些人 你遇到什么问题 找他们 他们都肯定会帮你解决 也不是任何 一些人 他们肯定 他们要来这里的话 他们一定要登记嘛 他们是谁 身份证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安全感是比较好的 小威是自媒体人 从中山来到广州打拼 已经两年了 一直住在这里的平层公寓 这两年中 她认识了公寓中的不少朋友 也收获了很多珍贵的友谊 我来广州主要就是因为 之前工作太沉闷 然后就辞职 然后就过来这边 想找一下新的机遇发展 这样子的 就是当时找房子 也觉得特别烦 就是在网上找到了 有这个公寓的这些 当时来看的时候 就看了两分钟 就决定住这里 主要是因为交通很便利 非常之安全 因为这里的管理 非常有序 除了有管家还有保安 然后平常的话 也有阿姨清洁 因为我个人是对 那个清洁很有要求的 然后看到房间 也是非常的整齐 朋友特别多 就胡思海都有 就我是广东的 然后在这边也是很多东北 甚至是新疆 也有外国的朋友 哥伦比亚都有 就特别有意思 也有一些大哥 或者是比我稍微大一点的 他们也会帮助一下我 不管生活上还是工作上 也是会有的 开街的话 刚开始住的时候 它就2500 然后因为这边也进地铁口 在广州来说 住在这里的感受 也是值得的 本期节目探索年轻人居住 新理念 广告之后 继续看设计师 如何挑战极限 让昏暗狭窄的 广州城中村握手楼 大变身 这里是位于广州天河区 唐下的一处城中村 原本是五栋昏暗 狭窄的握手楼 两年前我们拿到了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位于 城中村一个偏僻的位置 是由五栋的握手楼组成 每栋楼它们相距之间 就只有两三米 我们当时拿下来之后 希望把这五栋楼 连起来做一个 城市青年的 安居乐业的一个地方 我们把守城 完全打通 用空间分割的手法 形成了五个 不一样的一个区域 有会客区 有就餐区 有健身区 有休息区 还有我们的一个公众活动区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区域的打造和营造 我们让住在这里的青年人 能够有一个在这里认识相知 甚至相互合作的一个机会 在这个设计上面 我们注重采用廉价的一些材料 比如说我们很喜欢用塑混凝土 我们的地面是塑混凝土铺的 然后我们的柱子上面都是用毛面塑混凝土来刮的 我们最有特色是我们现在这个墙面的地方 我们墙面是我们专门去砖厂定制的一个双十字砖 我们希望用这个双十字砖 然后来与外面层中村这种脏乱差的这种环境 形成一个呼应 我虽然是很乱 但是我现在门里面还是非常整洁非常干净 但是富有韵律的这样的那种感觉 我们墙面上还是用光滑的一个天蓝色的一个涂料 然后寓意着这个天空 希望我们住在这里的处于事业起步期的年轻人 回家的时候能看到这一抹蓝色 让他们感到很开心很高兴的一种心情 然后感到在这里这个城市里面打拼 是非常有希望的一种感觉 住在这所公寓的年轻人 大都在附近的网络公司工作 上下班非常方便 这个房间是我们非常典型的一个房间 它延续了就是我们这个 手层的底色的一个做法是天蓝色的 但是它最重要的特点是这里还有一个隐藏式的一个厨房 现代年轻人很喜欢在周末就把亲朋好友一起带上来煮饭 然后这个厨房虽然小 但是里面还有我们的电磁炉 我们的抽烟机 还有一个水台 还有放我们的这些厨具的一个地方 然后周末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大展身手 然后邀请亲朋好友过来一起去欢聚这个周末的时刻 难得的是一室一厅的房间还带了个小阳台 从我们的阳台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们原来是一个城中村的一个状态 跟外面的那个楼是很像的 我们现在户与户的距离只有两三米不到 然后我们这个阳台上面呢 会装这种隐形的防盗网 我们希望给我们入住的青年人呢 一种安全的感觉 然后但是呢 这种防盗网呢 只是保证安全 但是不会影响你的视线 你还是可以很愉悦的 很开心的跟对面的青年人进行交流 每天下班回来 互相道一声平安和问候 然后我们这个阳台里面 还加装了一个落水管 还有我们配送了一个洗衣机 让就是我们的青年人的一个工作和居住 更加有品质 卫生间则采用干湿分区的设计 墙面铺贴六角砖 充满年轻活跃的气息 又容易打理 这个呢 是我们的经典的一个卧室 我们的卧室呢 非常注重这个材料 使用材料和我们的下面的工区统一 然后例如说我们的 还是这个蓝色的一个衣柜 然后是灰色的一个墙面 和不锈钢的一个踢脚线 那衣柜里面呢 是做了很多这个不同的收纳的空间的 有大大小小 有挂衣服的 有收藏我们的各种被子啊 各种盒子的 还有一些小的一个首饰盒的一个收纳 这是我们的一个收纳空间 床头柜 我们希望 还是能把更多的收纳空间 给我们的年轻人带到 然后希望他们心爱的东西 能够都藏在他们的身边 然后呢 让他们陪伴 他们度过一个 非常美好的一个青春的岁月 然后这些收纳空间呢 除了在床头柜之外呢 其实我们的床屋一翻起来 下面呢 还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收纳柜 它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容纳量 就是大件的被子 换件的衣服都可以放进去 在公寓的一层 有一个小型的公共图书馆 公寓的首层呢 我们还特意地做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呢 是有三千本图书 然后呢 这三千本图书跟全市的所有图书馆都是联网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自动的建华系统 然后预约广路市里面的图书馆里面任何一本书 并且还可以从其他图书馆里面贴书 或者是在这里就还 然后还完书很方便放在这里 然后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跟图书馆的人员交接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更加有树沙味道的一个青年的社区 好 这是我们的绑一作品 最重要它的区域的选择一般 比较就近地铁呀 上下班方便呢 还有一个可能这一带都是这种年轻人的这种产业 或者企业都在这个区域里头 方便 所以它在这设公寓呢 那他们年轻人就就近上班嘛 我觉得现在对于城市里的年轻人来说 通勤的时间成本啊 非常非常重要 很高的 必须降低 对 因为我有好多的这个就是朋友倒不是年轻人了 就是自己呢 上班的地方和自己居住的地方离得很远 开车就挺长时间 为了躲开早晚高峰 早晨六点半出门 没错 晚上八点半再回家 我觉得近日子的质量就下降了 可不是吗 其实是加长了它这个在外边的时间 是吧 它的劳动时间嘛 对 所以这个公寓呢 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是是 那有的户型可以是一时一厅的 还有这个富士的 或者是一位好朋友 就套奸 你说的对 还有这种可能性 是吧 所以这种各种各样的户型 来针对这种需求 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觉得 对 因为年轻人现在呢 是一个崇尚个性嘛 如果大家都住在完全一样的 像旅馆是那种就没有意思 是吧 在装饰上也非常的倾向于年轻人喜欢的那些风格 比如色彩比较明快啊 比较活跃 对吧 更重要的我觉得啊 可能还有一些实用功能的要求 比如那里边刚才看到 床头别人给做一个储藏啊 有些床厢还得掀起来 可以搁东西啊等等 这些也是这个工艺设计当中 就应该注意的问题 个人有一个感受 就是说由于有了公共空间的存在 对对对 这一下子生活的半径似乎就变得大一些 是是是 它的这个有趣味的感觉呢 也变丰富一些 是他们在这里头 觉得除了睡觉以外 还有好多这种活动 交个朋友啊 谈个恋爱啊 这都是特别重要 特别喜欢的啊 另外呢也有管理嘛 也比较安全 助人比较放心 家长也会放心 好 那这是我们的榜一作品啊 接下来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欢迎回到空间榜样 那现在在很多的大城市当中 有很多老的街道 其实老的街道 慢慢的大家都会觉得 非常有必要去保留那些 老街道里的老房子 对对 有特别有韵味的 是的 对 有一些老的街道当中 其实本身它是很有历史的 这种积淀的 很有意思的 也有很多人就愿意 住这样的房子 是的 把它进行改造以后 可能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 吸引了这些租客 好 那我们就进入 今天的榜二作品 就是这样的一处房子 成都姑娘周良幸 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 这里的咖啡馆 老洋房等海派文化 深深吸引着 从事设计艺术工作的小周 她千挑万选 最终选择了位于市中心 一处老洋房二楼的住宅 我是王泽玉 本次是受房东委托 来改造我们位于 新国路的这座小房子 它只有28平米 然后我们本次改造 只花了4万6千元 小周租住了这里 一处小户型住宅 可以称得上是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刚移进这个房子 特别吸引我的 就是这一块 特别的穿衣镜 它是直接从以前的 老木板上面取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 这个老上海的这个味道 然后再往前走一步 然后这个的话 是一个特别的一幅画 它是用老线头做的 所以也是别具一格 特别的吸引我 穿衣镜的对面 有一个移门 门后就是卫生间了 我们的设计师告诉我 这个房子为了节约空间的话 会在卫生间这里 设计了这个吊轨门 但是我还发现了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这个吊轨门的后面 其实暗藏了一个黑板墙 所以没事的时候 就可以在上面画上几笔 然后移门与这个墙朵之间的话 就要形成一个闭合的空间 我们在这边放了一个采暖的炉子 然后下面的话 就可以到一个鞋柜 然后我们的微生间 整体的里面区域的话 是最后感到是把这一面墙 刷成白色 保留整体的一种干净 这整个厨房的设计呢 也是特别的酷炫 因为它的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里面包含的所有的生活电器 包括烤箱 冰箱 洗衣机 所有都以应俱全 特别是这个吧台也是 因为它是用整个老木板搭出来的 木板摸起来 手感特别的温润 挑空的 然后包括这个吧台下面的 四个梅花凳 也是特别充满老上海的味道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 我们之前的改造的话 是这边有一个导台 但是在这边放导台 会显得这个左廊有一点拥挤 所以说这边我们后来 就把导台挪到了这边 然后它既是一个导台的形式 也可以是一个餐桌 吃饭 交流 然后再一个它会显得 我们这一片的话比较通透 那么我们的这个挑空的话 是完全靠我们这边的柜体 跟大理石一起支冲的支冲起来 我们大理石区域这边是做了一个延伸 方便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一方许花溅到这个墙上面来 然后后面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厨房的整个的操作的一个功能去了 这边呢是我们收来的一个二手冰箱 但是它的颜色是蓝色的 跟我们的风格不是太大 我们就给它贴了一个黑色的这个纸 然后呢这边是我们的洗衣机 然后我们中间还有烤箱 我们这边的话是增加了采暖系统 来缓解上海冬天失笼的空气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衣柜 把28平米的开间做成一室一厅 其实刚开始在找房的时候 一直特别担心 它这个储物空间不是特别够 但是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让我特别的吃惊 因为这一整面全部都是储物的柜子 我可以挂一些自己的衣服呀 包括自己的箱箱包包 可以放在下面 所以就是特别的强大 然后它上面也是没有到底 也是考虑到了一个就是空 那个卧室和客厅 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气的流通 包括旁边有一个中央空调 让我感觉自己的生活质量 蹭一下就提高了 这边是我们隔出的一个卧室区域 然后卧室的这个门的话 是我们收过来的一个雕花镂空的老门 当然也是为了增加卧室里边的空气的通透性 然后这边呢 我们利用墙体的自然拐角 做了用老木板做了一个丛板 那个我们增加了这个空间的收纳功能 也就是把我们的暖气然后藏起来 然后它这边的一个延伸正好是做我们电视的一个台板 就是显得这边的空间没有那么突兀 那我们的老地板的话 是我们保留了原来的石木地板 这样的话就节约成本 而且还就是保留一些老上海的韵味 这个空间呢就是我的卧室区域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老木门 非常有特色 它和刚刚我们进门的那个老的穿衣镜 也是有一个呼应 包括它的后面有一个帘子 是整一个卧室的空间的话 就是它的私密性会很好 然后在里面的话会有很大的安全感 包括它的功能性的话也是非常强大的 它有那个书台 然后包括书架 然后上面可以放一些平时爱看的书啊 然后叠片之类的 然后在这个书台上面 我们平时可以看看书 然后喝喝咖啡 然后看看什么电影啊之类的 也是非常惬意的 让小周欣喜的是 这个位于二楼的老洋房 还有个小露台 每天清晨迎接它的是 小花园里盛放的花朵 浓浓的绿意 娇娇花 弄弄草 让心情也跟着亮丽起来 现在好多的上海的老的房子 改得都非常好 是是 刚才这个作品里的也可以看到 这么一个女士 她去住这个房子 今后一些小的调动呢 以后就感觉着非常的有韵味 是 这个设计师和她也有商有量的 两个人把这个房子改得是很好的 她现在这样的改的手法呢 我觉得特别值得这个借鉴 就是说保留 尽可能的保留原有风貌 比如老地板啊等等一些东西 都不要就动不动就扔 动不动就不要了 既能够保留原有的风貌 还能节约成本 是 她用的是个巧劲 对 是 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她利用了原来的门啊 然后还给稍微装饰一下 就觉得特别有意思起来 如果说全能换成新的现代化 千变一律也没有什么意思 对吧 她更重视的跟她生活有关的 那些部分的改造 所以呢花钱也不多 但是呢生活是满足的 是吧 然后呢也让人感觉到一个 文化的这个传承啊 是 是 整个的改造的费用 四万六千人民币 真的非常节省成本 对 在上海这种地方啊 对啊 她也没有大拆大改 就是改动的不太多 有些小局部动一动 所以真正的好的改造啊 我不知道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 是不是会认同 我真的觉得是用巧劲的 对 是拼脑子 拼创意的 是 没错 没错 不是拼花钱的 对 并不是说所有的都变了 然后贴上大理石啊 贴上这个香精 进步 对 这个都没有什么好看的 也都适合生活 对的 对 现在这个工艺啊 比如如果我们都盖新的 带郊外的话 其实太远了 并不适合我们工作的这个关系 对 是同情的问题 对 对 所以呢在旧的社区当中 过去现在空置的一些城市 可以去改造 对吧 还有一些老的住宅 但其他的 比如像现在不太用的那种旅馆啊 或者是一些办公楼 也有可能现在比如说 这些都空下来了 旧的它可以改成这个公寓 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一些破败的 精英不善的老的酒店 对 这都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就是说把这些东西改造以后 变公寓 那么原来它的位置 其实也是不错的 就一键好几条 比如说我们倡导节约型社会 我们说节约 那你得落到实处 对吧 一个楼 它可能真的有点破败 但是它的整体的架构没有问题 对 对 我们是不是要拆了它 也不需要把这个结构都拆了 结构是有一百年的这样的寿命的 对呀 那不需要拆 我们只需要进行一些改造 然后呢又能给年轻人 在这个城市当中提供一个 居住有愉悦感的空间 又不那么贵 又不那么远 是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呀 对 特别好 觉得今天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是给我们的年轻朋友 提供了一些信息 好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打造更环保的高端装饰 本栏目由叶之峰装饰 独家冠名播出 接下来呢 是我们今天的设计生活秀 好 那今天周教授 肯定还是带来了实物的 对 又带来了什么东西 咱可以看一看 这有一个这样一个挺大的东西 哇 这是个桶啊 还有密码 你看这还有密码 对吧 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有点像的 对 在楼公寓里用到的东西 是吗 对 那看来是反复利用的 对吧 是 是 是 可以租赁也可以买 有不大贵 这我有点明白了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叫什么 波轮洗衣机的内胆 对 用于洗衣机里头 放在里头用的 我第一次知道 这个波轮洗衣机的内胆 是可拆卸的呀 它也不叫可拆卸 就是可以再放个夹在里边 夹在里边 这个有意思 您这手里还藏着东西呢 对对对 这一个夹子 这都谁都见过的 这么一个 常伟家 对 文具 这也在那里头用上了吧 也用上了 对 不是以常伟家的功能使用的 是 是 换了一个生活中一些小创意 那这个就我觉得好奇心 已经完全被调动起来了 关于这个内胆 关于这个常伟家 到底会得到怎样的使用呢 我们一起跟着周教授去看一看 这是一个女孩住的平层公寓 玄关处多孔板和鞋柜 组合在一起的设计 让进家门时摆放小物件和换鞋 都很方便 这边是一个台面 它把这个洗衣机冰箱 以及梳妆的这一套的 都集成在这一个板块里头 非常的实用 这边呢 比如有一个水池子 镜子等等 还有呢 女孩的特点就是化妆品特别多 所以这里边呢 有一些格啊 那么就有很多细节的设计 比如说这一块呢 它用了瓷砖 把水池这边包过来 这样水呢 就见不到这个墙面上 那么下边这种小的拉手呢 也做了很好的设计 比如说正好挂个毛巾等等的 公寓中 床 书桌 衣柜 一般是必不可少的标准配置 这边呢 它其实都是标配 给了这样的一种大衣柜 可以想很多的办法 比如说可以挂长衣服呀 短衣服呀 下面都可以利用来买一些收纳箱 来放在这里来使用 那么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个空间 如果觉得乱呢 就拿一个帘子挡上 这种方式感觉呢 也比较整齐 利用床上方的空间 安装了晾晒衣服的横杆 贴心的设计提升了生活品质 当然说我们一般的衣服呢 也都是甩干了以后来晾的 一个方面呢 也可以晒晒太阳 另外主要是 它在床上方 它并不占什么使用空间 这个构思还是比较巧妙的 这个户型则是一个 带楼梯的小富士空间 租户是一位男士 上层是卧室 下方隔住一个小起居室 楼梯下方的空间 刚好可以用来做成衣柜 还可以收纳香包等大件物品 其实楼梯本身 也有很多为我们所用的窍门 栏杆这种地方 这是出一个主意 比如拿个小绳 把它给系起来以后 这个地方它就可以利用起来了 比如说我们这儿 临时的 我换衣服的时候 先临时挂一下 就显得特别的方便 其实日常中 其他的一些用品 也许我们想到了 也可以用上 比如这样的一个常委家 是我们办公室里 常见到的一个小的文具 那么比如我们把它 交到这儿 我这个地方给它勾一下的 也很简单 楼梯和衣柜的侧板 只要挂上多孔板 就能勾一些小物件 盛放杂质 方便随手取用 这种栏杆的利用 是多种多样的 每个人都可以发明创造 比如说在这个栏杆上 挂一些小绿植 或者玩偶 都是非常 看上去都非常美观 也很有意思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房间 跟刚才看的 那个女孩的房间 其实是一个反方向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洗漱台和冰箱 洗衣机 同样集合在一起 我们注意到 这种底部比较平坦的 方形洗手盆 能放置更多的物品 那么发现在这块 这个镜箱这个位置 你们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刚才那个 女孩的房间的时候 我是那个 右手是主要的活动的手 它是有问题的 但到了这个房间以后 就会发现 我这个地方 手抬起来就比较麻烦 是吧 就会碰撞这个墙 就不太好使了 其实就是说 这个镜子和这个储物格这块 如果能够反转过来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同样是一个东西 但是呢 因为我们使用的方向不同 可能带来了 这个结果也不同 因此要做这种摄影 都必须要特别地用心 要体会人的 使用的方便性 到了公共空间 同样还有很多 值得关注的小细节 这种面墙的长条桌 特别适合打电脑 比如有一个台灯 网线的接口 还有这种插座等等 就是要配套设计好 我们发现 有的公寓别出心裁 搞起了迷你小菜园的种植活动 很受欢迎 我们给租户提供了一个 从种子种到土壤里 你知道蔬菜长成的 这样一个完整的体验 然后蔬菜成熟了之后 租户还可以拿到 我们的公共厨房 去把它做成美食 对 给租户提供一个 这样一个完整的 生态健康的 这种生活的一个体验 太好了 餐厅和厨房 一向是公寓里 大家非常重视的公共空间 像这样用透明玻璃 来隔断相邻区域的手法 让下厨和就餐 都有一种开阔的心境 生活也更加愉悦 一般到了晚上 或者是周末的话 这个使用率就非常的高 然后这个大餐桌 大家特别愿意在这坐着 因为它就可以在这集会 一边吃饭聊天 交朋友就很热闹 我们教研当中经常发现 这是一个特别 受人欢迎的场所 餐厅里可以看见 有这种备餐台 有几台微波炉 因为很多年轻人 他点了外卖 稍微凉了一下 就可以在这热一下 底下还有一些储藏柜 这些东西 这一支就不用从楼上拿下来 就储藏在这 厨房中的插座 采用这种防水型插座 会更安全 墙上适当的挂钩设计 让下厨更便捷 一般的公寓里边 都会设这种公共洗衣间 那么公共洗衣间 有很多的好处 比如大家可以把大型的衣服 要到这来洗 但是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什么 觉得这个洗衣机里头 谁都用就嫌脏 那么现在呢 发明了一个 每人可以把这个桶呢 自己买了 拿回去 专用的桶 这一点呢 就特别受到 这个租户的欢迎 它可以拎回去 当然也可以 你比如短期入住的话 到最后可以还给它 就要这个60块钱 押金就行了 买一个桶 也是一个60块钱 非常的方便和实用 这个洗衣房非常好用 但是呢 它有个小缺点 你看 这个门是往外开的 那么如果在走廊当中 我并不知道 这个洗衣房里的人出来 所以就会被门打到 以后我们必须要注意 就开向公共区域的门 一定要进行一些处理 比如像这个门 它往里开也没有关系的 也应该尽量往里开 健身房在公寓当中 是最受欢迎的 一般的情况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和外边的专业的 这个健身的这种机构呢 去结合 那么在里边的租客呢 不要钱 可以到这来 来进行健身 特别是还有一些 里头有举办一些课程等等 都特别受青年人的欢迎 另外在这我们可以看到 五人商店 这也是非常受青年人的 因为晚上回来晚了 想吃点东西 可以通过扫码等等 进行这种电子商务 特别是贴了很多小条 这是他们如果 自个儿喜欢什么东西 如果没有的 可以把自己的要求写出来 那么将来 他可以进这些东西 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 傍晚 一向是年轻人最活跃的时段 有的在学习区上上网 有的在休闲区小气 也有的会参加公寓组织的各种活动 良好的社团组织 显得尤为重要 平时会在微信群里面 带大家就是宣告一下 现在的活动 还有一些通知 然后在社群里面 大家也会变得彼此熟络起来 像经常会在社群里面问大家 有没有在楼下一起看个电影的 有没有在楼下一起打个台球的 特别好 每次周教授来 我们都觉得生活里 有那么多那么多 值得被发现的美好的东西 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您 谢谢 以后再见 周教授 好的 谢谢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空间榜样 到这也就接近美声了 那我们每周三晚都有一个约定 就是21点48分 在我们的财经频道 空间榜样不见不散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说设计 聊生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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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